新冠疫情肆虐 跨州跨线禁令 严重的打击本地水果营销 果农只好把滞销的水果当成积压饲料 顺势在果园内饲养自然放养的走地基 希望能够帮补亏损 但万万没想到年底连绵大雨 高湿气温就引发激温 导致数百机枝集体死亡 让业者再次蒙受亏损 心理和钱财方面都深受打击 自然放养的走地基 在果园内自由活动 除了自己觅食 还吃着主人自家栽种 过剩滞销的番石流等等水果 这样的饲养方式 让业者取得不俗的盈利 只可惜好景不长 甘文丁果园养鸡业者李月琳告诉本台记者 前一阵子当地常常下雨 气温偏低又潮湿 他发现鸡汁无精打采 不吃不喝 粪便也出现异样 后来确认感染激温 整个农场的鸡汁集体死亡 因为这个激温我们对新手来讲 我们措手不及 不懂得如何去那个方案去救它 然后第二次说遇到冷天 因为太平里我们都知道 雨季的关系它时常冷 鸡它最怕就是冷 所以一冷到又遇到激温就 一咖喱爆发就完蛋了 200只因为我是分两个地方羊 就是说两个block来 第一批中了 很快它就来第二批了 因为我们是同一个环境 所以你的差离不远 一下子它们的它是跟风的 所以它跟空气来 一下子就中完 甚至我自己果然留下来 那几只老鸡也是完蛋 大量生鸡来不及推出市场 就重病死亡 无论在心理上还是钱财上 都让业者深受打击 会亏到很多 很多鸡苗 时间 然后鸡料方面 精神 亏的是金钱方面亏是肯定 但是心理上的那个亏就很痛 毕竟是从果农转行当鸡农 第一次饲养鸡汁 就面对如此大的打击 业者无奈表示 只能从中学习 重新再来一次 农历新年就快到了 他们也期盼这次鸡温 不会影响生鸡价格 再次饲养鸡汁